那么现在呢 录首神曲 录一首时光送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点赞 转发 留言 这首时光 送给咱家的所有宝贝 送给能来看我的所有宝贝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各位上我的节奏 你们总是埋怨父母给你的太少 其实爸妈都只希望咱们过得很好 你有没有给你妈妈洗过一次脚 还是给你的爸爸说搓过一次澡 小的时候你在熟睡是谁给你盖背 你会走路说话吃饭教你们的是谁 你开心的时候他比你都开心 你被老师批评的时候他比你先流泪 他们希望你整场时没有一点烦恼 为了你的学费他们工作他可以起早 你在学校早恋他们熬夜睡不着觉 而你像个傻子一样对你爸妈咆哮 你过生日就知道和朋友庆祝 有没有亲生说过 妈妈你很辛苦 给你妈妈攒钱买她喜欢的衣服 你的生日愿望要祝爸妈幸福 爸爸感冒了 说从来不会买药 而是喝点热水盖上被子睡觉 把钱给你散着 让你带去学校 而你却他们和小女孩开房出去睡觉 一到下课就去厕所去学着抽烟 班机里的女同学都让你泡了个遍 回到家里不做功课偷偷看着黄篇 每天虚度光阴那时一天又他们一天 整天拿着手机玩着墨 墨盒微镜 让你出门买这眼你都嫌费劲 你对他们的关心说到底有多少 摸着胸口问问自己用不用检讨 大学毕业没有工作是谁给你鼓励 让你相信自己不要灰心继续努力 为了你能上班他们托关系送礼 好不容易解决你说不适合自己 对于这样的你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有出息 他们看着为了你说一天天的老去 你还在玩玩打游戏称兄道弟 你的衣服脏了就这么往角落一堆 房间里面到处都是你弹的烟灰 看到身边朋友天天开着出去拔内 难道你就没有感觉一点点的自卑 妈妈的周围多了 画的头发少了 他们多么希望有天你能变好了 上了年纪他们还在为你结婚攒钱 为了以后你的生活过得能有尊严 他们辛苦一辈子养了你二十几年 想没想过他们老了你该怎么办 乌鸦都会反哺 杨国贵着吃乳 故事后的典故你确定你都清楚 趁着他们年轻都给他们点关心 父母对你的唠叨 你要耐心倾听 他们不会害你 他们只会爱你 他们说的每句话说都要记在心底 放下你的手机 收拾你的脾气 和爸妈拍张照片 作为手机的墙壁 时刻提醒自己 父母在你的心里 用你的实力证明 你是真的可以 OK 这首时光送给你们 希望 浪子早回头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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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